无理的方式 1.积极沟通,事实力道 问清下属犯错误的原因,不要以武力相威胁,大发雷霆之怒 对于有的下属能够主动承担错误者,亦不宜,宜将胜用追群扣 注意事实力道,批评后还要主动与其沟通一下,反省自我承担的领导责任 2.善待员工的过失,积极地应对问题正洁 首先,对于下属的失力之处要宽容 如领导讲话之时,有人不能注意言行,引起会场的不雅 领导对此要载向肚里能撑船,将军额头能跑马 不能动不动就耿耿于怀,简单报复 还要认真分析出现失礼的原因,尽可能给员工以宽容 其次,谨慎对待下属的失信 对于信誓旦旦的表白出尔反尔,既不要抢白,也不要强硬 细细分析其中的原因,找出客观和主观的原因 帮助其继续努力,挽救因此带来的损失 再次,正确对待下属的失误 有的员工因为不熟悉业务能力欠佳带来的失误 要冷静对待,既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视而不见 尽快寻找补救措施,帮助分析原因不要完全否定 三,用好犯错误的下属 失败者的两个结果,一是成为更为辉煌的成功者 二是成为优秀的批评家 有的领导对于已经有过错误的下属永不起用 甚至打入地狱,这是很不理智的态度 领导不仅要有度量,还要有海量 首先,要敢于启用犯过错误的员工 不仅允许犯错误,还要给犯错误者一个机会 赋予其以信心和勇气,以此体现领导违才逝去的思路 其次,要尊重和信任犯过错误的员工 比过去更主动、更热情地接近、关心他 使其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再次,对犯错的员工的价值给予肯定 尤其要肯定其与众不同的优点 最后,领导还要敢于互端 尽量保护员工的责任心 让他感到一分支持 对于过错就要理性地面对 也不可全判否定 充满爱心、关心职工 是领导的理念和胸怀 更体现了领导的素养和策略 当领导者直接指出下属错误时 下属的第一反应是不服气 总觉得自己没有犯错 只不过是与领导的标准不同 这种想法直接会影响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 刘军是一家知名企业的经理助理 他上班总是迟到 并且对于一些问题即使重复出现 他也总是不能按时做出反应 当经理发现刘军的问题之后 采取下属策略 成功地对他进行了批评和指正 经理让刘军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然后对他说 刘军 你知道我在每天早晨八点半是多么需要你来帮忙 尽管我已经向你提示过几次 可是上一周 你仍然没有按时上过一次班 假如你是我的话 对于这种行为 你怎么看 经理说完之后就沉默不语 等待刘军的回答 刘军试图拖延时间 希望经理能够继续说下去 但是经理没有再说下去 所以他只能开始说话 不断地找各种借口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最后 刘军终于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尴尬 于是他只好承诺 对于我这种迟到的行为 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我答应你 以后我会尽量改正自己的行为 如果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以内 我按时上班的次数不能达到90%的话 我接受任何惩罚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 好的方面是人人都向往的 而面对错误 即使是自己所犯的错误 也不愿意去直接承认 在企业的领导过程中 下属犯错总是难免的 领导者如果想让下属认识错误 并能积极地改正 就必须让下属从心底 接受自己犯错的事实 让他自己意识到错误的根源 这样才有彻底改正的可能 那么怎样做才能确保 让员工认识错误 并从错误中学习呢 以下是实践的步骤 步骤一 要让这位员工明白自己做错了 不要说这只是偶然事件 以后不会再发生 越早处理 问题解决起来也就越容易 上面这位经理就是这样做的 问题在于他只做到这一步 而没有继续下两个步骤 步骤二 了解这位员工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这位员工思考问题的方式 可能是正确的 动机也是好的 但并不全面 他可能注意到了 你忽略的一方面问题 可能在进行同样的思考前 就做出了冲动的反应 原因多种多样 步骤三 既然已经知道这位员工 行事的原因 你就不仅能把自己的判断 和发生的情况联系起来 还能将其与员工 所采取的方法联系起来 你向你的员工指出想法是好的 但没有得到足够的信息 如果这位员工看到了你忽略的问题 你要就此向他表示谢意 看看该做什么工作 如果这位员工忽视了你的规矩 行事非常冲动 问题可能就比较严重了 但是如果问题已清楚 处理起来就容易了 美国管理学家洛博 对于一个经理人来说 最要紧的不是你再尝试的情况 而是你不再尝试发生了什么 如果只想让下属听你的 那么当你不在身边时 他们就不知道应该听谁的了 管理者不能包揽各种权力于一身 要最大显度的向下属授权 以增强下属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提高管理效能最根本的方法 是领导者要做领导者的事 乍听起来 这好像是不言自明的事 其实不然 实践表明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有许多领导者常常不务正业 专做下属该做的事 这样一来 尽管他两眼一睁忙到西灯 每天焦头懒额 效率却很低 要改变这种状况 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首先 要最大显度的向下属授权 一些领导者之所以成天忙忙碌碌 却又忙不到点子上 其原因就是抓权太多 这些领导一方面保援 事情干不过来 另一方面又事无巨细 什么事都要亲自管 当下属把矛盾上交时 他仍亲自去处理那些 本应由下属处理的问题 现在事务圈子里不能自拔 这种包揽各种权力于一身 上独角戏的做法 与现代领导的工作方式 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天津市有个著名的企业改革家 就提出分权而至分级管理 他平时只抓九个人 集四位副厂长 两位顾问 加上计划经营 质量管理两位科长 和一位办公室主任 这些人在把权力 一层一层的分下去 工作起来效率很高 过去一上班 办公室里就挤满了人 晚上又找到家里 请示工作 商量问题 现在厂长办公室清静了 厂长可以把大部分的精力 用在筹划长远建设和抓改革上 只用少量的精力处理日常事务 晚上家里有了看书学习和休息的时间 可以不断汲取新知识 获得旺盛的精力 具体的讲授权有以下几条好处 一 能够减少领导者的工作负担 使之从琐碎繁杂的事物中解放出来 腾出较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考虑重要的战略性的 全局性的问题 更有效地进行决策和指挥 二 能够增强下属的荣誉感和责任心 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提高其工作效率 三 有利于在工作实践中 培养和锻炼干部 增长干部的才干 四 能够发挥下属的专长 弥补自己的不足 领导者应当尽可能地 把自己不擅长的工作 授权给在这方面有专长的人去干 以提高领导工作的质量 五 可以改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是下级从等级服从 层增听命的消极被动状态 改变为合作共识 互相支持的积极主动状态 其次 要尽量排除不必要的工作 领导者除了不要插手 别人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外 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 提高工作效率 还应在通常属于自己的工作中 再做精简 只做那些非做不可的工作 而可做可不做的工作 则应尽量排除 少做无效劳动 例如 汇报工作或做报告时 不必花费很多时间去背诵 以显示自己的记忆力 要减少头脑的储存负担 提高头脑的处理功能 有些报告在会前发给大家 不必在会上宣读 会上只对报告进行讨论 打电话能办的事就不写信 便条可以解决的就不写长信 应该由下级提出的办法 变成下级准备 不替下级思考问题 办事前做好准备 搞好沟通 减少不必要的扯皮和务功 等等 对那些非做不可的工作 也要综合起来考虑 哪些先办 哪些后办 哪些要重点抓 哪些只要过问一下就可以了 哪些事要专门去办 哪些事可以合起来办 哪些事用完整时间办 哪些事可以用零碎时间办 哪些事必须按规定程序办 哪些事可以用简便易行的办法办 等等 美国威斯汀豪斯电器公司前董事长兼总经理伯纳姆 是一位享有剩余的管理专家 他在其名著提高生产率中提出 领导者在处理任何工作前 首先要问自己 这件事能不能取消它 能不能与别的工作合并 能不能用更简便的东西代替 这样一来工作头绪就大大减少了 时间就节省了 效率就提高了 主动权也就操在自己的手里 不至于总让人家牵着鼻子走 作为管理者 常常会遇到员工提出的 我能干得更好的一货 假如碰到了 要采取行动确保你的员工受过培训 具备完成授权任务的条件 在你的支持鼓励和指导下 他们会在工作中成长起来 希望你很快地说 他们能干得更好 这应该是你希望达到的目标 阻碍管理者成功授权的另一个原因 是对员工缺乏信心 对于管理者而言 这是最具毁灭性的 当你因为对员工缺乏信心 而对授权有所保留时 事实上 你使员工失去了发展能力的机会 而这些能力正是你建立 对他们的信心的基础 这就造成一种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管理者抱怨员工 无法处理好被授权的任务 随之而来 只好自己来完成工作 而员工也无法工作 缺少必要的锻炼 如果你感到无法进行授权 是因为你对员工缺乏信心 那你应该主动拿出行动来 等待他们采取行动来建立你对他们的信心 想法很不现实 你必须展现领导者的魅力 勇于承担风险 打破恶性循环 如若不然 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糟 一些管理者经常认为自己没有多余的时间花在授权上面 这种想法是可笑的 因为好的授权的主要益处之一 就是为管理者节约时间 但是对于大多数管理者而言 为什么缺乏时间往往又成为授权的障碍之一呢 要成为有效的授权者是很花费时间的 你得花时间准备授权计划 与员工见面 布置授权任务 还要跟踪检查他们的工作进展 同时 你还得投入时间 培训哪些可能被授权的员工 既然授权的诸多方面都需要花费时间 那么管理者们回避授权 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事实上 情况并非如此 对管理者而言 如果不授权 那么这些任务都必须由自己来完成 所花费的时间 比授权所花的时间多得多 而如果管理者能正确地授权 节省时间的余地会更大 许多管理者因为害怕失去CAP 而放弃授权 你对自己说 我不想授权 是因为我会失去CAP时 事实上 与这种顾虑进行的思想斗争 就已经开始了 许多管理者发现 这是最难以克服的障碍 因为他们必须放弃 一些看上去是管理者的本质所在的东西 当你把一项任务授权之后 对于责任的转移 你的心里可能会涌起一种特别的感受 你可能会觉得失去了CAP 你不确定你是否会因为下属出色的完成任务 而依旧获得好评 你应该正确地对待这种感觉 否则他们就会成授权的障碍 一些极端的情况 如果任期发展成你最担心的事情 他们就变得具有破坏性了 并且会严重地削弱管理者的管理效果 所以没有理由让这样的想法存在 北欧航空公司董事长卡尔松 大刀阔斧地改革北欧航空系统的成规陋习 就是一口合理授权